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 我决定不参选会长了 决定推荐李宗盛的妹妹参选会长 你根本重新几率想到会长是吗 像特首选举一样 我们半个竞选擂台全部在上面都搞定 怕你啊 怕你啊 你是不是还在气这么多人支持冯宝宝的演讲啊 我会气他 我只是叫他说出他自己心里面的话 承认是你教冯宝宝对付你小姑我是吧 冯宝宝是不是在追你啊 神经病小姑 我怎么知道 但是小姑啊 如果是真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 冯宝宝呢 邋遢粗鲁没有上进心 跟你一点都不配 如果我是你 我就会想清楚 可是感情这种事 你小姑我也是过来人 我知道不能勉强的 最重要是你自己开心 小姑啊 我知道你关心我 放心吧 我会看清楚的 我先回房了 看清楚 知道 勒小姑 听说你在那个什么选举大会上 被人逆袭成功了 乐仪表弟 我什么时候被人逆袭成功了 不是 我意思 你是不是性别歧视啊 我还没尽全力 我尽全力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王者不犯 行 我开玩笑嘛 不用这么激动吧 没事了吧 那我退下来女王陛下 激动什么 真过分 最讨厌被冲心 活该 我是一号候选人李梦露 我是真正为你们服务的 走 走 走 谢谢 谢谢 真正为你服务 请支持一号李梦露 真正为你服务 这么晚还没收工啊 看一看 我帮你宣传 一致这个会长 好 谢谢 谢谢 那这种是叫候选人嘛 候选人 请支持 过来候选人 风暴 大包姐 喂 喂 大包姐 大包姐 好像快鱼了 会不会中暑了啊 秀公还来拉票 当然中暑了 送去吧 快走 快走 怎么样 好点没有 好多了 好多了 谢谢 你先换衣服 一会儿帮你按摩 是啊 爸爸帮你捏两下 舒服多了啊 这里 谢谢 行不行啊 真的没事吧 没事 来了 谢谢 喂 我小姑在哪儿啊 刚才在电话里 你说她晕倒了又不舒服 她 你说清楚 你呢 你先冷静一点 我刚刚没说完 你就挂线了 她没事 我想只是没睡够 大热厅还出来拉票 所以有点中暑 再换衣服呢 爸爸说帮她捏两下 谢谢你 别客气 罗姨 小姑 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 太热了 有点中暑 你先敷一敷热毛巾 我一会儿给你按啊 谢谢你啊 小姑 你也是的 说要帮我爸完成心愿 去选会长 如果我爸看到你现在这样 他一定不会让你选 你爸的心愿 是要改善果蓝员工的生活 要做到就要有决定权 所以我要选商会会长 才能在果蓝站稳脚跟嘛 但我们现在已经很稳了 有很多熟客 傻瓜 别这么天真了 就像上次David介绍他的朋友 Ben跟我们做生意 就因为我帮口水间 说了几句话 结果就被唐叔封杀了 但是唐叔又怎么会推荐 你去选会长呢 也可能是他觉得 他欠了你爸爸 就算唐叔不来参选 果蓝里到底还有多少 叔父看我们不顺眼 我们也不知道 不是啊 果蓝的人很有人情味的 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 现在大家都对我们很好啊 人情味啊 一提到钱 他爸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跟上次光叔一样 因为受伤不能开工 结果要跳楼 果蓝的工友罢工 才能拿到一丁点工商基金 果蓝真的很落后 要是再让跟唐叔差不多的人 当选会长的话 结果还是墨守成规 一成不变 你说是不是 我跟冯宝宝两个人 都是为了果蓝好 但是他的身份就比较尴尬 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 他会帮谁呢 他会站在你那边 还是站在他老爸 大灌蓝那边 我会站在小爸这边 你说得真好听 现在是你爸 叫你出来跟我争会长 这个位子 你会站在我跟乐姨这边呢 还是站在你爸那边 我退学 你别装正义了 你以为自己是美国队长啊 回去怎么跟叔叔交代啊 刚才那人还很大声 现在那人就腿发软 我看你怎么说 喂 你在吃我的鸡腿啊 给点贡献也好啊 那当兄弟的 别说我不提醒你啊 很简单 把叔叔哄开心就行了 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马上生个孙子出来 不就行了 你是不是耍我 逗逗还来不及掌呢 废话 可不是吗 我跟你说 口水间一回来啊 你给自己做好兽医吧 怎么 大不了开门见山跟他说啊 要杀要寡随便他 走着瞧 开门见山了啊 叔叔 老爸 有事跟你说 我有东西给你 这东西他早就想买了 很贵的 是很贵啊 老爸 你对我真好 老爸一直都很疼你的 记得你小的时候呢 老爸没时间陪你玩 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一起拿柚子皮做灯笼 圣诞节就用椰子壳来做面具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到现在 你喜欢的东西买给你 一起玩 好吗 喂 叔叔 搞定了 快来 好 来 来 叔叔 你自己甩起来啊 跟君子一样啊 是吧 吉如律律 喂 喂 喂 打蛋 那个歪剑 有符会弹出来的 哇 好吓人啊 喂 喂 喂 慢点 慢点 姜叔 我在你左边啊 你哪里是左边啊 你那是右边啊 在咬你啦 好吓人啊 喂 叔叔 你搞什么 老爸 你明明可以躲开的 干嘛要跟我一起死啊 就是 喂 你没死啊 他就能复活啦 哎呀 我先去撒尿了 哎呀 咬不死我 游戏而已嘛 哎呀 你明明能躲开的嘛 你看现在全都死了 但是我不能眼睁睁 让他咬你嘛 游戏而已嘛 你干嘛这么认真呢 一辈子都这样了 你这是 老爸一辈子都这么认真 你也知道 哎呀 哎呀 老爸一辈子都没威风过 最威风的 就是把果兰留给你 哈哈 所以选会长呢 我一定不能让你输啊 有超市很了不起啊 我儿子这么懒呢 我给他一部VR 比你给他二十家超市好 你以为打这么多次电话给我 我就怕你了 你以为这样就 能逼我把儿子还给你 你省省吧你 嗯 魏老爸接电话 行了 老爸一起回果栏啊 行了 我要跟儿子一起回果栏 各位 新一届会长选举即将开始 按照惯例 现任会长不能投票的 连同两位候选人在内 共三十五位理事选出 新一届会长 这两位候选人得到十八票以上的支持 就能够当选新一届的会长 现在 不好意思 我想打断一下 冯宝曾经跟我说过 他会退选 那我想今天也不用再投票了 我应该可以自动当选 是不是 对吗 宝宝 你是不是想当会长想疯了 就算刮风下雨啊 都不能阻挡我儿子参选 你告诉大家 你不会退选 冯宝 你说你会站在我跟乐姨这边 你想说话不算话 那以后叫乐姨怎么信你 什么 什么 什么乐姨信你啊 哦 我懂了 你是不是我儿子 我当然是你儿子 你开什么玩笑 听见了 他是我儿子 他一定站在我这边 我要他参选 他怎么会不选啊 开始投票 说得开 说得开 口水剑坐下 这些人冯宝没说退选 现在就开始投票 现在开始点票 冯宝一票 李梦露一票 冯宝一票 最后一票 现在两位候选人同样得到17票 那这一票 就是决定性的一票了 李梦露 小姑赢了 没关系的 我也知道你当初答应小姑你会退选 只是一时冲动 现在小姑赢了 你还好吗 我好有屁用啊 我老爸不好才是大问题 输赢这种事很难说的 就像赌马一样 就算那匹马是大热门 也不一定会赢 你只差了一票 你爸一定会明白的 问题就是那票 你小姑那票是我给她投的 让口水间知道一定会杀了我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当初答应了你小姑的 但最后我又不敢跟我老爸说 所以只能这么做当给她一个交代 让自己好过一点 谁知道最后输赢就差那一票 怪不得你这么担心啊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他做梦都想我当会长 现在我输了 让他知道我跟你拍拖 一定会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的 到时候肯定会打死我的 你让我怎么跟他说 怎么坦白啊 其实你爸是希望你成才 才对你要求这么高 现在瞒着他好像不太好 那你呢 你对我有没有期望 有没有失望 一直对你很有期望呢 不过跟你没选上会长没关系 以前啊你这个人又懒散 又没上进心 不过这次选举 你总算是努力过 所以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还是你最了解我 你先别这么得意 你呀最大的缺点 说的好听点呢是安于现状 说的难听点是逃避现实 如果你呀 堂堂正正地跟我小姑比 又或者能够坦白地跟你爸说 那现在事情肯定已经解决了 不过你选择了最差的方法去处理 所以就变成现在这样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呀 我知道 所以这一次我会跟你一起扛 那我回到家之后呢 会在小姑面前说你的好话 不过你爸那边呢 你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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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正好 坐下 坐下 辛苦了 来 坐坐坐 累不累啊 帮你捏一捏 叔叔今天亲自下厨啊 来来来来 不是吧 老爸会亲自下厨 我是不是中了何彩了 今天呢大家都知道你辛苦了 那输赢呢都过去了 一家人好好地吃一顿饭 是啊 是是啊 来来来来 先吃块烧肉啊 老爸 其实你们不用对我这么好的 会长选举我输掉了 输了一场竞选 赢了一顿温馨晚饭 无所谓啦 老妈说得对 输了就输了 算了 喂 老爸 老爸 我知道这次我输了 让你很失望 很没面子 你骂我好了 别吓我啊 老爸知道你也不想去参选的 是老爸逼你去的 输了无所谓啦 喂 他不揍你 你别故意褶揍啦 来 开心吃饭啊 我们一家人 好像真的没去旅行过 是啊 去哪好呢 哇 好啊 好好啊 全家去旅行果然从来没有过 简直就是壮举 喂 叔叔 不开工行不行啊 行 我们父子俩 从来没试过一起做其他事 这次 干脆父子俩去玩 一起开心一下 啊 老爸 你说去哪好啊 喂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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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刚 刚才我投票的时候呢 我 我那一票就投给了大巴 啊 哇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拍头拍傻啦 那一票 你就是输给自己那一票啊 就是啊 这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亲手把会长的位子送给那三八 难为天歌他 这么多年来 我们大灌篮一直都被赵东兰压着 堂哥他仗着自己是会长 作威作福 就算我当不了会长 我也希望你能当啊 就算大巴真的赢了 你输了 输了就输了 我心服口服 老爸 你这次输了 我也叫大家对你好一点 我亲自下厨 还说去旅行搞这么多事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父子俩真的没一起做过什么 我对你没做过什么 我只想对你好一点 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事了 是你捡了我的命 是你教我在果兰做生意 这一次是我对不起你啊 老爸 你别再说了 别说那些不能挽回的话 坚哥 哎 养儿一百岁 常忧九十九 为人父母的 是要瘦的 这次当兄弟的也不挺你了 你为了女人 我大了 要是我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呢 能好好地为果兰做事 一定会 至于你答应我的事 希望你也守信用 我答应你的 我要做的 我一定会做得漂漂亮亮 放心吧 谢谢 哎 在这里几十年 不想走 不肯走 不舍得走 最终 还是要走 我走了 唐叔慢走 终于坐上会长的位子了 早 早啊 会长 恭喜你 谢谢 我来呢 是想跟你说说 以后的日常工作 来 坐下说 好 说吧 首先 你每天早上七点会见拦主 看看营运上和装卸货的问题 九点钟就要回商会 看有什么投诉要处理 一点的 你就要去果兰巡视 看有什么需要维修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 会长你就能收工 我会留在这里 就是这样啊 日常工作差不多了 还有些偶尔要做的事 还有什么事 比如对内方面呢 有时候果兰停电了 些火柜温度有问题 甚至蓝商跟工人之间有矛盾 会长你也需要调停 至于对外方面呢 你就会代表果兰 跟政府各部门开会沟通 还有跟一些组织和机构 打好关系 哇 这么多事情 嗯 放心 一步一步来 来 恭喜 恭喜啊 恭喜 来 多谢大家的支持 尽情吃 尽情喝啊 坐下吃东西 谢谢 来 好 好 来来来 吃东西啊 小郭 来 还有人没来 没有 吃菜 大巴 大巴 杰伯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今天有很多会要开 所以迟到了 当然开会重要 其实来不来吃饭 也不重要的 怎么会不重要 今天是你当选会长的 庆功宴 我再忙也要来 谢谢你 坐 来 小郭 原来你刚才一直在等 胡说 我哪有 是吗 要你等我真不好意思啊 没有 我没有等你 我只是 哦 你是怕客人来了没人招呼 所以要到处看是吧 就是这样 来 干杯 好 干杯 干杯 叔叔 最近的货好像不太准时 喂 挂了这么多旗子搞什么 喂 老板 来 我们走啊 不要回去了 走走走走走走 回去吧 先去看看 回去啊 哎 恶人群 搞什么 这么热闹 大巴姐搞庆功吗 你不知道吗 庆功 喂 没给大观兰帖子吗 喂 有给我们帖子 我拿到了 但我看你不太开心 所以没告诉你啊 也对 给我们帖子装大方 想利用我们 给了也不会来 是是是是 走 口水间 干嘛 输了就输了 大方一点 现在大巴姐有时间啊 也招呼磕哨了 去 叔叔 喂 我叔叔已经很不开心了 你还这么说 一会儿回去了 我们兄弟俩有得瘦了 哎 你爸有没有好一点 我跟他认错了 又被他教训了一段 嗯 他那么疼我 应该没事吧 你肯坦白一点跟他说 那就乖了 被他教训一下也应该 嗯 至少你 不用再憋在心里面 那 有什么奖励呀 哎 你好像喝了很多啊 一点点 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好啊 我去拿包包 嗯 吹一吹风 有没有好一点 好多了 其实我的酒禁差不多过了 我没事 你放心 你的脸红扑扑的 显得你很可爱啊 是吗 原来我喝了酒会可爱点 那我以后要多喝点 到了 嗯 呃 其实现在还挺早的 要不要上来坐会儿 哦 不用了 我还要去开会 下次吧 哦 工作要紧 工作要紧 我自己上去就行了 给你开门 你自己小心点 嗯 拜拜 拜拜 爸 我回来了 我在厨房 哇 爸 你想吃酵油黄虾球啊 来 让我来坐啊 嗯 爸 有的是时间 这一顿 我做给你吃 但你买了这么多菜 我们两个吃不完哪 再多两个就能吃完了 哦 那我马上打给妈跟哥 哈哈 喂 妈 爸今晚做了饭 你回来吃啊 哦 你爸会做饭 是真的 他不当会长之后呢 很有空啊 我今晚约了朋友 去看演唱会 哦 那我打给哥了 那你们吃了开心点 拜拜 拜拜 嗯 那我来帮你做啊 一会儿我们父亲来 去找一个 失恋的辅导对象 今晚没那么早 哦 那我不耽误你工作了 拜拜 爸 嗯 怎么样 嗯 你不用做这么多了 因为妈一早约了人 看演唱会 哥又没有这么早回来啊 嗯 哎 没关系 把这些放冰箱啊 嗯 那我来帮你做啊 一会儿我们父亲来 你俩可以慢慢吃啊 哈哈 好 我拿刀 这里还有苦瓜啊 你去点葱啊 哎 还有这两个 怎么样 好不好吃啊 哦 好吃 我知道你孝顺 但是撒谎是不对的 呃 是闲了一点 不过现在有温情补救嘛 你尝尝 太闲吗 哎 我去开门 妈 你不是说去看演唱会吗 哎呀 那个小天后啊 嗓子越唱越哑 居然还走音 我就提早走人了 吃完没有 没吃一起吃 哎 好啊 这些菜是爸做的 有你喜欢吃的鱼香茄子 快尝尝 买相不错 先尝尝味道 哥 你回来了 你不是说去见什么 失恋的人吗 哎 我还没到那儿 他就跑上去跳楼了 不过原来他恐高啊 他说腿软不敢跳 我就把他背下来了 到最后啊 他不再寻死 我就回来嘛 哥 你好伟大 又救了一个人 嗯 坐吧坐吧 现在的人呢 动不动就要死要活 根本就不敢死 年轻嘛 我年轻也这样 什么都不肯放下 哎 原来放下了 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别说这么多 人气吃饭哦 我去尝吧 哎呀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会回来 所以做的菜不太多 哎呀 少吃滋味多 哎呀 饭菜要巧的 这才特别好吃 哎 哎 来来来来 来 喂 谢谢 唐叔啊 之前锦小姐约了你啊 说明天四点来商会 跟你谈环保问题 那么你现在 我不是会长了 有什么事啊 你跟新会长说吧啊 哎 是 拜拜 怎么不吃饭 我做的不好吃啊 哎 还以为你会不开心呢 嘿嘿嘿 现在无关一身轻 熬了这么多年 也应该休息一下 我只是放不下赵东岚 将来啊 也不知道找什么人接手 好 老病 哎 唐叔来了 是啊 盛子是普通水果 别放这么多 放些水晶梨水蜜桃 好 哎 水光帮忙把盛搬进去 搬些水蜜桃水晶梨出来 好 说的 动作快点 以后我会有多点时间过来 你看有什么新品种 合适就多近一点 是 爸 爸 你干嘛 我过来帮忙吧 我怕过敏 就戴个口罩过来 你来帮忙 是啊爸 哎呀 妈你看 哥比我们早到啊 怕你这个小才不用这么着急吧 不等我们一起就先来了 就是 你们又来干什么 不用去果汁店 我们来帮你的啊爸 我让小林帮我看着果汁店了 这个果然是我们的 当然应该由我们一家人来看了 嗯 开工 好 开工 我帮你点货 谢谢 谢谢 西瓜 老大 我收到消息 果然那边选的新会长 就是那个过气小明星李孟露 他们这么好说话 让个女人做主 最重要是那黄耀堂啊 自动退选 还推荐他参选 这个死老头不当会长让给他 看来这个女人也不简单 老大我想到了 这个女人一定跟那老头上过床 现在最生气的是 我们做了这么多事 以为跟死老头搭上线 能在果篮里立足 现在什么意思 要么从头再来 前功尽弃 陪我喝杯酒 我们是卖酒 不是陪酒 不用这么凶吧 老大想请你喝一杯嘛 你要女人陪酒到隔壁街 不是这里 那真要她的 齐老女 喂 买了双球鞋给你 你看合不合适 如果不合适 可以换 很贵的 送给我干嘛 我想约你去爬山 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 喂 你这是去不去啊 别浪费这么好的天气嘛 没兴趣 说真的 你真要多做点运动 你看你的黑眼圈啊 快比脸多大了 人也没有什么精神了 你离我远点就有精神了 总是这么用力拍桌子 你不疼哪 老大 这该死的社工 死缠着她不放 小狼女不理你 会不会因为她呀 你眼睛瞎了 小狼女有理她吗 你觉得我会输给她 你没事吧 居然这么说老大 小狼女 刚收到消息 大哥要醒了 先帮我看店 干嘛 普塔告诉我 害得你大哥 跑路的黑社会大哥醒了 你不是要做什么吧 不要啊 我干什么跟你没关系 就这 张太太恭喜你 张先生终于醒了 谢谢 护士 你说我先生已经醒了 张先生醒了之后吃了药 现在还在休息 不过张太太你放心 药离应该差不多过了 谢谢你 我先出去做事了 喂 事业她醒了 不过现在还在休息 我想应该不会影响她路口供 我会叫她跟你穿供 就这样 哥 你真的要走啊 大哥要变成植物人跟你也没关系啊 但我收了消息 司机的口供对我很不利 行车记录器应该拍到 谁照现在说什么都没拍到 分明是有人想冤我我 再不走我死定了 老公 你醒了 医生呢 说我睡了一年多 这段时间呢 外面的事怎么样 能怎么样 你睡了多久 我撑了多久 你的小弟跟了别人 还有几个场子要看 现在醒了就好了 我小心喝口水 给你倒 来 慢点 慢慢喝 没关系 阿姨 是 怎么了 能不能帮我先生换个床单 不小心弄湿了 好的 我现在去拿床新的来 那你等护工帮你换床单 我去买东西给你吃 张先生应该醒了 我们去看看他 方姐 六零六A的病人说冷 想要床被子 好 我马上给他 谢谢你 好 那你 你 是 张济敖先生 你好 我是你太太请的 律师行的L1 想跟你谈谈之后上庭的事 上庭 上什么庭 那天被你打成植物人的戴康健呢 上个星期死了 所以这个案子要重新再审 奇怪 我没有打得很厉害啊 自己躺在医院这么久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吗 那天你不是拿着开山刀砍他的吗 没有啊 是啊 我是有打他 但是之后他老大出来救他 我没砍他 他老大 是谁啊 他老大就是陈正勇 后来我们两个摔倒在马路上 然后被车撞了 就是说 你那天想要戴康健死 是陈正勇冲出来挡住 所以你没把戴康健打得很伤 然后你们两个纠缠 一起摔到马路上 所以你才会被车撞的 就是这样啊 所以才跟你说我没把他打成重伤 他变成植物人关我屁事啊 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我陆起来回去研究啊 又是你这三八 你想干什么 你老公刚才已经亲口承认 他被车撞跟我哥没有关系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们喜欢搞事情 我就跟你玩到底 我要你求饶也没用 听着 现在有人搞你们老大 给我找几个兄弟来搞定他 你们在说什么呢 林四 你来了就好了 他刚才亲口承认 他被车撞跟我哥没有关系 你冷静点 警方路口供是有程序的 交给我处理 但是他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走了走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走什么 走了走了 你放开我 你放手啊 冷静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每次坐视机前停一停想一想 上面那个是黑社会老大 现在他醒了 如果他的小弟像上位要表现 把你抓回去怎么办 不是你怎么样 是你哥会怎么样 你出事了 谁替你哥申约啊 抓住我干什么 想上便宜啊 想上便宜啊 你看冷静了吧 你怎么会在这儿 大哥要醒了吧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他 怎么样 我本来已经给他说出真相了 他被车撞根本跟我哥没关系 但是他老婆出来捣乱 我想他应该不会说第二次了 他们夫妻俩怎么会希望你哥没事 放心 勇哥是我老大 我一定会帮他 上车再说 不要啊 停一停想一想会出事 他帮你别好 他帮你别好 这不就是你哥你说 你什么